这是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 这是自然雕塑师创造的绝品 显绝之地为何自古就有人力的足迹 是什么人在绝壁上行走 流向了永不磨绿的历史记忆 敬请收看系列节目 五月之西月华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昨天我们带大家认识了五月之尊 冬月泰山雄奇的风光和古老的地质传奇 今天我们将要带您走进西月华山 说到华山 大家最熟悉的恐怕就是金庸小说中提到的华山论剑 其实金庸在写书之前并没有到过华山 但是华山险峻的地貌他早已耳闻 要为武林当中的最高对决找一个地点 大概金庸觉得没有比华山更合适的了 那么华山到底有多险 华山又有多少传奇故事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华山五月之西月 位于陕西西安以东一百二十千米的华阴市境内 华山地貌已显著称 素有齐显天下第一山的说法 那拔地而起如刀削斧批斑的山峰 正如金庸底下侠客手中的利剑 一剑至天 然而华山并非一个简单的险子能够概括 它之所以成为五月之一 其中还蕴含着更深邃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 塑造出华山鬼斧神宫的自然景观 又是什么样的历史 成就了华山五月的地位和殊荣呢 为了探寻华山的秘密 地理中国设置组和地质专家一起来到陕西省华阴市 华阴 陕西省华南市所辖的一个县级市 位于华山脚下 登山的游客只能从这里出发 华山占地面积一百五十平方千米 有坚硬的花岗岩构成 山脚下有很多被流水切割形成的峡谷 当地人称为玉 自顾华山一条路 指的是从华山北克的华山玉入口 到主峰南峰峰顶 总长十千米 其中 清科平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 清科平海拔一千一百二十五米 既是华山海拔的一半 也是登山路程的一半 清科平以下 山势平缓 路相对好走 而清科平往上 山势骤然变陡 从这里到华山主峰之一的西峰 直线距离只有六百米 海拔却陡然抬升了一千米 因此 这段路程充满了惊险和刺激 因为那梯太窄 做身上 要装好 那面 考察队发现 跨山的登山路 几乎都是修建在垂直的斗壁上 还没有爬 就已经让人本能地感到害怕和紧张 从清科平出发 走了约一个小时 考察队 考察队遇到了第一道险关 就一根铁锁下来 这个坡度是半年一百米 三百多台阶 基本是直上直下 慢慢上 慢慢上 我的胯子软了 不要往下边看 马上倒上面了 你倒住吧 你倒住铁链 我连铁链都不敢装 休息一下 千尺床 是华山上最险峻的道路之一 三百多级台阶 坡度接近九十度 人只有抓住铁链 才能爬上来 从这张照片上 我们看到 千尺床就像在垂直的绝壁上 开了一个窗口 人走在上面 宛如登天 千尺床让考察队 初次领教了华山之血 然而就在这条 令人胆寒的道路一侧 考察队竟然发现了 另一条奇怪的路 都说千尺床呢 是华山一条路上呢 最难爬的一段 实际上还有更难爬的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就是这条 看 其实这条路 才是千尺床最开始的路 也就是古人那个时候 在石头上凿的 与其说是台阶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个脚窝 体会一下 古人登山的感觉 这哪里是在爬山啊 简直就是在绝壁上攀岩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想想当年 过去的人就是这么 登山华山的 没有人知道 这是何人何时 在华山上开凿的登山路 这应该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最原始的模样 它的简陋让人惊叹 也让人心生崇敬 古人攀登华山 显然比现在要艰难得多 继续前行 考察队的目的地 是华山主峰之一的北峰 北峰是华山海拔最低的一座山峰 也是欣赏华山旗舰景观的最佳地点 站在北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华山的东西南中四座山峰 这几座山峰和北峰距离较远 远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最令人惊叹的是 每座山峰都如刀削抚批般 直上直下 绝必通天 华山的整个山体构造 驻峰皆片血层悬 消沉而四方 西峰像一个刀刀的劈下来一样 这一劈是八百里 登山路上惊险不断 自古华山一条路 考察队会有怎样艰辛护获的体验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五月之新月华山 然而在行进过程中 考察队发现 华山的石头并不都是被削成了 四四方方的豆腐块 眼前的这块巨石形状就很不规则 被称为大鸟石 徐友宁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华山岩石中含有不同的矿物成分 这些矿物成分由于软硬程度和结构方式的不同 产生了差异风化 这块石头就是差异风化的结果 当考察队走进这块巨石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巨石内侧的顶部 分布着如蜂巢一般的石洞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明显的感到风可能比其他地方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风在这个地方可能产生了旋风 产生了旋风 由于这个颗粒 可能有一些颗粒下来 在这打磨 颗粒比较大 所以就打磨 旋转 各种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像这样的裂锡非常发育 这样的裂锡呢 就是一些裂锡水呢 就会沿着这个通道下来 下来在冬天呢 就会在这个地方结冰 结冰消融 结冰消融 长时间的在这作用 以后就形成这么一个套坑 徐友宁说 像大鸟石这样不规则的岩石 在华山只是局部小气后 造成的结果 华山整体地貌 仍然是横平竖直 绝壁斗立 像是被人一刀劈下来 如此奇特的地貌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考察队决定继续向顶峰攀登 揭开奇险华山的绅士之谜 从北风往上攀登了 约半个小时 考察队又遇到了一道险关 登这样的梯子 其实靠的更多的不是脚力 是臂力 你得紧紧地抓住这个铁链 当然还得有胆量 我上去了 这段路叫做天梯 虽然不长 但却是修建在九十度的绝壁上 给你找找手 真的很难呢 我都不敢往上看 你觉得你上得去吗 我觉得我应该能上去 我觉得有点困难 亲自体验后记着发现 没有足够的臂力 根本无法爬上这座天梯 好像我觉得我上不去 在拍摄过程中 考察队发现 只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能够爬上这座天梯 看来要登上华山 光靠勇气还不够 没有强壮的身体 也只能望山星看 走过千尺床和天梯 考察队又来到了一处垂直的抖崖前 游人们爬这些石阶都倍加小心 生怕有个闪失 可就在这时 眼前出现了一幕 令人震惊的景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位老者是华山的挑夫 由于华山绝壁斗立 车辆无法上山 山上的寺庙和旅店 所需的生活用品 全部靠人力往上背 常年艰苦的劳动 造就了华山挑夫乐观的性格 姑娘的天啊 姑娘的天天红太阳 姑娘的夜景凉净 姑娘来到华山楼上 和我也去快快乐乐 阿妹阿妹阿哥喜欢你 哦哦 又行进了一段时间 考察队来到了华山最著名的险道 汤隆岭 这是连接北风和其他四风之间 唯一的山岭 也是登顶华山的必经之路 汤隆岭的宽度不足几尺 两侧都是万丈深渊 远远望去 犹如一条蛟龙盘卧在崇山峻岭间 据说过去汤隆岭这条道路 要比现在显要的多 现在这条路已经是把山脊削平了不少 路面也加宽了 而过去整个山脊是这么尖 上面的路非常窄 只有一些脚窝可以通过 旁边也没有这样的护栏 那人要过来的话 基本上是得手脚并用爬着过去 所以说只有极其胆大之人 才敢过此险道 传说唐代大文学家韩玉登上此路时吓得大哭 写下一封遗书头到山下 留下了韩玉投书的千古笑谈 登过华山的人一定会对他的险记忆有心 那些开刀在绝壁上的裁决坡度超过五十度 甚至九十度 这需要攀登者精神高度集中 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危险 如此奇特的登山感觉恐怕只有华山才有 华山的奇险不仅在五月当中读书一试 在全国的名山大川中也十分罕见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地质运动造就了华山如此独特的地理地貌 为了解开华山形成之谜 考察队跟随地质专家来到了华山脚下一座建筑物的顶层 徐有名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 对华山地质演变做过深入研究 徐老师说 要想了解华山奇险地貌形成的原因 首先要知道华山的由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看到的这个三角面 连续的这个断续的这个三角面 就是华山山前的这个活动性大断裂 这个断裂面它的主向是东西向 它的穷向是向北穷 在这个地方大约的海拔高程是410米 而主峰的高程是2154.9米 相差了1700米 而这个之间的局限距离仅仅是5公里 所以这样就是华山的拔迹而起 相对的比较陡峻的一个原因之一 徐老师告诉我们 华山是2000多万年前形成的断层山 由于抬升速度迅猛 造成了山体和山下平原较大的相对高差 这是华山地貌险峻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 华山占地面积150平方千米 居然由一整块石头构成 也就是说 华山是独石城山 这不仅在中国的山川中十分罕见 在世界地质史上也非常独特 为了找到华山一时成山的证据 徐老师带领考察队 进入了位于华山域西侧 一条叫做仙玉的峡谷 这是华山风景最美的一条峡谷 流水将山体贴成了深微型 两侧的崖壁更显高耸陡峻 不过考察队无暇欣赏美景 而是急于想找到能证明华山一时成山的证据 徐老师告诉我们 早在一亿两千万年前 华山地区的地窍深处沿江上升 形成了一块面积约150平方千米的巨大花岗岩体 两千万年前 这块巨石在强烈的地质作用下 融出地表 覆盖在顶层的古老的变质岩 被自然界的风雨波石殆尽 留下了坚硬耐风化的花岗岩 这便是跨山一时成山的原因 可是华山为什么会形成如刀销斧坯般的绝壁呢 这个花岗岩在形成和后期的龙生造山的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结理 两种垂直结理 一种进水平的结理 这样的话在快速龙生的作用下 这个三种结理就相当于刀子一样 削成了一个豆腐块 就类似于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日月牙或者说叫母子巷 它就是这么一刀 像刀子一样切了这么一刀 南北这样切了一刀 水瓶这样切了一刀 这样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四方体 原来地下岩浆在冷却成岩的过程中 形成了几组结理 由于华山抬升速度非常快 重力作用就像一把力斧 沿着这几组裂缝用力下切 形成了今天销成四方的华山地貌 华山之险已是天下文明 但是作为五月之一的文化历史名山 西越华山的身世 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据考证 历史上曾有五十六位皇帝 来华山巡游祭祀 但是却没有一位皇帝登上过华山 这是因为华山山势过于险峻 无法攀登 古代帝王封山为月 往往会考虑祭祀出行等因素 可是 为什么这座无法登临的山 被封为西越 并且一直没有更改过呢 这其中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呢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造就了华山险峻的山形地貌 不过关于华山还有一个现象让人费解 大家都知道五月是古代中国国家疆域的地理坐标 它们的方位一般是以都城为中心来划定的 可是大家看我身后的图 华山位于西安以东 西安是千年帝都 历史上有六个朝代都以西安为都城 怎么位于它东部的华山城的西越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这是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 这是自然雕塑师创造的绝品 显绝之地为何自古就有人命的足迹 是什么人在绝壁上行走 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敬请收看五月之新月华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